請你幫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好家在好智慧 排泄物沾血竟然是癌症前兆 他說有一天他發現 他的上完車子之後 衛生紙上面 現在有沾血 一般來說 大概60%到70%的大喘癌 都是在直腸跟乙狀結腸的附近 如果沾在附近的話 你就產生什麼現象 你的大便可能會遇到什麼 可能會有鮮血 你可能大便會變得比較近 叫做有時候你的便秘 又會拉肚子 它會交替 就往進發 有時候它就那個聳快 刺激到 它無愧 飲食不正常 竟然致癌要你命 正確習慣要養成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我們常在節目當中呼籲大家 這飲食一定要均衡 要營養 但是呢 老生常談 對 但是你說老生常談 仍舊有出現很多人吃 亂吃 要不然吃過量 要不然老是吃雞排 最後有人癌症的啦 症癌不好的啦 對不對 好像壓力大 然後生活作息不正常 對 很多問題還是發生 是的 所以我們節目當中 也跟大家分享很多的案例 但今天我們也要 稍微有點類似現身說法的感覺 一個一個案例來看看是不是 對 第一個案例 我們一起來分享一下 來 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講的這個故事 非常非常非常的恐怖 好恐怖喔 所以請你們豎起耳朵仔細聽了 我認識一個姐姐 她在30歲的時候結婚了 然後婚後你也知道 為了小孩嘛 為了老公 小孩吃你也跟著吃 體重... 老公吃你也跟著吃 所以不知不覺的 她結婚七 八年之後 她就從50出頭胖到了 70公斤 體重喔 好恐怖喔 嚇死了 嚇死了 那滿重的 好的 那這個姐姐她是 所以她下定決心減肥 她就用了很多女生都會用的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本來吃三餐 現在改成一天只吃兩餐 早餐不吃 中餐跟晚餐 用水果還有沙拉來取代 聽起來還好耶 所以兩個月後恐怖的來了 她竟然瘦了15公斤 好啊... 好快喔 兩月後 恢復了這樣一次的 太快了 真的 差不多兩個月 真的 所以她瘦到比她婚前還要瘦 她就覺得自己相當的有自信 所以她就開始釣魚輕輕 她就開始放心了 她覺得好吧 那既然我瘦了這麼多 我來吃一下我最愛的甜食 所以她又變回以前她的飲食習慣了 所以短短半年 更胖喔 減15再多18又胖3公斤 比她剛開始減肥還要胖 對 所以就這樣子 年復一年 日復一日 每年都用這樣的方式循環 然後又復胖 身體也陸續出現一些狀況 有一天她的孩子跟她說 媽媽 妳的手怎麼那麼紅啊 妳知道她的手很像關公的臉一樣 竟然紅通通的 可是不會癢 也不會痛 那她就不以為意 再加上她覺得怎麼呢 很容易累 人很容易累 她就覺得 這可能是減肥的副作用吧 也不以為意 有一次吃完飯之後吃得很飽 突然之間她覺得 怎麼有想吐的感覺 然後跑去廁所吐 她想說可能吃太多了 有點假中了 準備要吐 就沒想要吐出來的 竟然是食物加上血混合在一起 怎麼啦 問題大了 所以她老公看到這種情況 怎麼我老婆吐血 就趕快打119把她送醫 那送醫之後 她做了很多一連串的治療 現在我這個姐姐 她已經回到家裡休養了 那醫生就跟她講說 妳要從根本置起 妳可能飲食習慣 生活作息通通都要改 好 這個案例我們這樣聽完 完整的面貌之後 我們大家一起來分析一下 好不好 好 歡迎芳瑜 芳瑜 芳瑜帶來的公式 是妳的姐妹芳 認識的一個姐姐 對 她就體重不斷的 在15 18 20 這樣子來回 就是每一次不胖 都比上一次去年還要胖 比去年還要胖 對 然後有一天她就吐血了 對 好 妳看看 我們這邊幫大家整理了六點 對 我們來看 像是十年來不斷地反覆減重 是 還有第二點是減肥期間 只吃水果沙拉 另外第三 不減重的時候狂課甜食 女生的最暗 對 另外還有就是手掌會泛紅 不痛也不癢 另外第五是很容易疲倦 還有以及第六出現行為異常 甚至還吐血 對 吐血 這兩種 這六種行為 大家在研判上面 你們會覺得她出了什麼問題嗎 很多問題 對 你比方說像她的這種所謂 減肥期間只吃水果跟沙拉 我覺得她有很多那種 比方說像肉類的攝取 它都沒有攝取這樣 我覺得第一個 她應該是所謂的那種 營養不良的低中海貧血 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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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血是一種遺傳性的貧血 不是 反正就是很嚴重的貧血 因為很多女孩子有沒有 然後蹲下去站起來 她那個頭就是會貧血 是 她有可能她吐血 是因為她減肥 有些人減肥有催吐的習慣 對 她學會出來 你像我妹妹以前就是這樣 這麼嚴重 我剛剛有講過 會 一直是胃弄壞了 對 可能是不是有那種 比方說胃潰瘍 對 會不會 沒有 我告訴你 以我的專業 這種女人 中年女性 會這樣反覆減肥 對 手掌半紅 這就是潮紅 潮紅 跟年齊 對 可是潮紅 基本上是紅在臉 潮手掌 她可能平常有化妝 然後那個小孩子看不出來 或是你知道氣色不好 所以看不出來 但手掌半紅 然後疲倦 行為愈常 跟年齊 每一個女人 都行為解 你是跟我沒有聽過有人 我跟過 我現在懷孕 我怎麼可能跟年齊 你怎麼這麼年齊 你好歹等我生完這台 哺乳丸吧 慾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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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孩子記住這個阿姨 慾怒 哈姓 阿姨講的 我們有人猜中嗎 沒有 平血是不是 平血 沒有 我們都沒有中 都沒有人 我們公布答案 小心藥您命的問題是 肝硬化 不假的 怎麼可能 肝硬化 肝硬化 肝硬化是喝酒才會 肝硬化 過度皮的 你有肝炎才會這樣子 但是她不喝酒 不熬夜 對啊 她這個肝硬化是 結果是肝硬化 肝病的三部曲到中間了 對不對 肝硬化 肝癌 好可怕 對 它是一步步這樣過來的 真的 其實裡面有幾個 我們還真的是照這樣子在做 真的 對啊 所以你們有想到嗎 這減肥怎麼會肝硬化 完全連不起來對不對 吃甜食會肝硬化 可能要一個一個來 而且肝硬化很會助血 對啊 很多疑問 我們來試一下 因為其實像肝硬化 剛剛有提到它是 它是有演化史的 它當然不是說 一開始就馬上肝硬化 它可能從最早的一開始 就是我們的 這個大家都有聽過吧 脂肪肝 然後再來就會變成 那纖維化之後 才變到肝硬化 那像在肝 脂肪肝的階段 它其實是可膩的 但是如果一旦跨到肝纖維化 它就不可膩了 那我們就提到說 它只吃水果跟沙拉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變化 因為這等於是說 它肝硬化的一個最初期 第一個它減肥的方式 它是用 所以它一定是有辦法 把我們的重量減下來的 可是其實我們知道 你在減重的過程 其實我們身體的代謝 是需要均衡的營養去代謝的 可是你看它只吃水果跟沙拉 這兩種都是屬於糖類的部分 對 那其實為什麼 這個會變成脂肪肝 因為脂肪肝外面包的那一層 叫做 那酸酸甘油脂 不是全然都只是油脂來的 對 它主要還是從我們的 這樣子喔 所以我想說奇怪 它又沒有吃到肉 怎麼會這樣 不是要大魚大肉才會脂肪肝 脂肪也會變脂肪肝 反正是甜食來的 對 甜食 澱粉 轉變成三酸甘油脂 然後累積在我們的肝臟的外圍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脂肪肝 其實我用比較白話 大家可能觀眾聽到脂肪肝 這三個字 你可能就不了解 脂肪肝就是阿嬤講的 你們聽過一個東西叫 粉肝 粉肝 粉粉嫩嫩的 那就是所謂的脂肪肝 我們在吃的粉肝都是脂肪肝 對 最脂肪的美食 鵝肝 鵝肝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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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肝醬就是脂肪肝 脂肪肝 他要說不要買鵝肝醬 那個鵝很可憐 脂肪肝就是油肝 粉肝爆油油爆肝 可是當這個脂肪肝產生之後 它會造成一些發炎 叫做脂肪肝的肝發炎 肝發炎之後 你的肝功能的酵素 GOT GPT 甚至GAMMAGT會升高之後 你就可以顯倒倒軟高 可是在這個發炎當中之後 我們身體有個現象是 你知道我發炎的部分 你會結痂 就是纖維化 對你身上的疤痕一樣 可是這個疤痕一產生之後 疤痕越來越多 就肝就硬掉了 那肝硬化呢 阿嬤說的叫什麼 疤痕 它的就是很硬 跟木頭一樣 當你的肝功能不好之後 你的問題就會產生 因為肝臟有製造營養的功能 有解毒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它會產生一些 你一些酵素 或一些代謝沒辦法出去的話 你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像那個第六個 行為異常就是什麼 它叫肝昏迷 它那個血裡面的胺太高 它就開始產生混亂的現象 這個是基本上 比較到後面的 當你肝硬化之後 會造成什麼 時代靜脈曲張 這時候看什麼 病人就很容易吐血 那這重點就在於說 你的手不紅不養 是因為我們常說 它裡面有一些內分泌 或是一些荷爾蒙現象的時候 它會造成一些 某些地方血管會比較增生 會產生紅 但是另外一個現象是 它身上會產什麼 它身上會很像那種 蜘蛛的那種血管一樣 基本上這又是一種 它一個特殊的現象 所以說其實前面那些東西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減肥會有這種現象 就是說當你造成脂肪肝 造成肝硬化之後 它的狀況出來 就是變得很多樣性 所以說放育的姐姐 如果去做個檢查 就發現說它的脂肪肝 可能已經到什麼 重度的脂肪肝 開始有一些腺肥化的現象 脂肪肝檢查出來 是照照應檢查出來 照應檢查出來 照應檢查 肝不是沉默的器官嗎 對 它不會跟你講說 它不舒服嗎 它不會 它吐血了 它吐血了 那已經到末期了 才會吐血了 真的更嚴重的話 乾硬化之後什麼 開始黃膽 眼白會變黃 開始附水會產生 這些問題都已經到了 乾硬化比較後面的末期 所以如果說我減肥 有沒有辦法減到體脂肪 我告訴你 女生都知道 減肥要減到體脂肪難 你要做運動 對 所以如果很多人 剛開始減肥的時候 他減的是什麼 水分 甚至出血的時候減到什麼 肌肉 所以他可能減了兩三公斤 脫水 蛋白質流失 可是你變胖 負胖 不管你是胖18公斤 22公斤 你都胖什麼回來 所以你減重當中 對 你越減越肥 體脂肪越來越高 加上久了之後 你的脂肪肝從輕度到中度 從中度到重度之後 它產生發炎現象 後面纖維化現象 就變成乾硬化 請問一下 那輕度跟重度跟 中度的脂肪肝的界定是 比方說你這個肝的部分嗎 比方說一點點的叫輕度 再越來越多中度 整顆都是就叫重度嗎 洪杜拉斯 你今天問的這個問題 最有學問 真的 我好關心 最有學問 這輩子問的最有學問 沒錯 這輩子還沒過完 我接下來還要問 還有機會 跳上去 來 給大家一個概念 如果說你去做一個解剖的話 就是超過5% 5% 5%很少 是的 5%不多 所以說肝臟裡面 基本上它沒有辦法存那麼多脂肪 5% 超過10%的話 就表示你可能快中度了 然後20% 25%的話就表示你重度了 然後你不可能把捐肝捐出來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就做超暈波 超暈波有六個指標 會告訴你 你這個指標如果 有一個指標 兩個指標符合 就是輕度 有三個 四個指標符合 就是中度 有六個指標符合的話 我告訴你 六個指標的話 就超過一罩 你的肝臟白白亮亮的 粉粉嫩嫩的 超級好吃 為什麼講得那麼開心 超級好吃 因為我們常說 其實你不這樣去跟病人講 病人會覺得說 脂肪肝他覺得不痛不癢 其實今天講 發現這個個案是說 以現在的飲食 我們脂肪肝的比例 越來越高 對 那你不從基本 從血脂肪去處理 不從體脂肪去調整的話 我告訴你 脂肪肝說實在 雖然影響是說可膩 可是要可膩到這個地步 你的努力 比你減重 要難十倍以上 辛苦更多 一般來講你知道嗎 以前我們都不重視 脂肪肝這個問題 可是像 美國這幾年 他們都很擔心這種脂肪肝 造成的脂肪肝性的肝炎 有可能是他們 下一個世紀要面對的 最嚴重的肝炎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它跟肥胖是息息相關的 然後他就發現說 一般最常見 會得脂肪肝的是誰你知道嗎 是愛喝酒的 我們叫做 對啊 還有不喝酒 因為酒的熱量非常高 所以愛喝酒這一群人 最容易有脂肪肝 可是現在呢 有另外一群人 脂肪肝也很多 就像女生這種 第一個 反覆減肥的 第二個是什麼呢 是那種 愛吃那個手搖杯的 叫做高果糖糖這樣 他們就發現說 如果你一天 攝取的熱量裡面 有超過10% 是這種精緻糖來的 精緻糖就包括你那個 手搖杯的果糖 然後砂糖 然後甜點的糖 其實你的風險就非常高了 對 那一天十分之一的熱量很少 因為女生一天 可能需要不到2000卡 所以如果你有超過200大卡 來自於精緻糖 就已經是超過 所以你只要一個手搖杯就過了 對 就已經過了 不胖沒有減肥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脂肪肝 就是你多攝取大量的 外表就像好芳魚好了 或你們看起來都很瘦 很瘦 但我想一天喝一杯一杯 沒有 有可能你也有脂肪肝 對 但是跟外表是不一定是 尤其是你喜歡喝手搖杯 或吃相對有果糖比較多的 果糖 第三種是他們發 你會發現 他們在做鵝肝醬 在養那些鵝的時候 會做一件事 他一直餵 一直餵它 並且他們把它禁錮住 讓它不能動 因為所以第三件事 不動一直坐著 這一群人也發現 是脂肪肝的危險群 還是要預動 就是你會覺得說 我沒有特別吃得多 趕快養話給他老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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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養話給他老師 會發現這一群都不動的人 他也是脂肪肝的高危險群 以前都覺得脂肪肝沒根 現在只是油油亮亮 後來發現沒有 這些即使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每五個還是有一個 會變成所謂的 可是接下來 它變成肝炎比較嚴重 就形成結巴組織 就像你手如果受傷發炎了 之後你會發現 會變成有一個顏色比較暗 然後是比較硬硬的巴 那就是肝纖維化 它也是這個樣子 它那個受傷發炎的地方 就結痂了 然後就硬硬的 然後越來越多… 你肝硬化就越來越嚴重 肝纖維化到第五度的時候 它就非常硬 硬的時候會發生一件什麼事 你知道嗎 當你的肝臟本來很柔軟的時候 血液要進來很容易 可是如果這個肝臟的血管 它是變成很硬的肝包在外面 非常硬的時候 這時候血腰要很大才進得去 因為它是非常硬 所以它通不過對不對 通不過你想像看 水管如果這邊通不過 上面是不是在鼓起來 對 就是你的 這時候吃東西 它那個靜脈曲張這一塊 磨破了就 了解 而且沒有吐的血都非常大量 有時候吐的血非常大量 而且你不要以為 你想說進去的地方 因為進不去嘛 肝硬掉了 所以血管往上就膨一個起來 對不對 最嚴重的肝臟硬化 那個醫生跟我說 他遇到一個最後去換肝的原因是 他那一次出血來的時候 他說一根不能用臉盆 在他的肝門那邊接 因為他就血一直噴… 一直流出來… 因為他整個那個都破掉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之前有講 反覆的這樣減重 然後複放 減重 複放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知道 是不是肝應該要 稍微去控制一下 減重當中 你不要只看你的體重減輕 你不要說看到你帳面上 你體重減了五公斤 你很高興 這時候你要去做什麼 看你有沒有真的把你受到 你的體脂肪有減少 當然像洪庚說 你真的擔心肝功能有沒有脂肪肝 那就去抽血 驗肝功能 我剛才跟妳講 肝膽十項檢查一抽 再做個腹部超音波 抽血就完全知道了 應該說抽血 抽血可以知道你的肝功能 基本上做超音波 才知道你有沒有脂肪加肝 在肝臟的追蹤裡面 在小心肝的檢查當中 就是要抽血 還要做腹部超音波 看你的肝膽已提升 那怎麼要避免肝硬化 怎麼避免 不要減肥 不要讓它進到這一個 應該說你不要肝硬化之前 就不要肝發炎 不要肝發炎是 要讓你的脂肪肝慢慢的消失 脂肪肝是可膩的 是可膩的 運動 就是減肥 生活習慣正常 生活作息正常 飲食配合營養師的方式 把你的體重減下來 是能夠減到你的脂肪 找一個小心肝跟你一起努力 創造美好人生 有動力 但我覺得男生有一件事 我想提醒 就是之前那個蕭敦忍醫師 他分析他診所裡面 這些脂肪肝患者的資料 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男性的脂肪肝裡面 他偏偏系脂肪肝 可能兩個都是中重度好了 可是有一個會肝發炎 有一個卻不會 他們去分析 有沒有什麼變因 是會影響這個 他發現在男性 愛吃什麼 愛吃那個 我們叫做 動物性鐵質高的食品 比如說你喜歡吃牛肉 喜歡吃什麼 就是動物的鐵 不是植物鐵 是動物鐵 這種都吃得多 動物鐵太高的時候 會好像使得他脂肪肝 特別容易有發炎的趨向 是喔 所以如果你已經發現 你是脂肪肝的時候 你在減重的時候 你就可以避開這些紅肉類 像如果用飲食上來看的話 那其實第一個就是要 剛剛這個糖是包括 我們澱粉類的糖 還有我們的精緻糖 包括白飯也算嗎 對 白飯 麵條 像一些蚵仔 寒雞 南瓜 這一些澱粉類 那其實有一個比例 就是我們都一直講均衡飲食 那什麼叫均衡飲食 其實你要占你一天熱量 像糖類就是佔你的50到65% 這個是比較正確的比例 那蛋白質就會建議10到15% 那脂肪就是25到35% 那再來剛剛有提到 就是你要均衡飲食 那什麼叫均衡 像早餐 我是舉例 舉例譬如說 就會不會建議你是吃肉包 就會建議你吃菜包 那你沒有蔬菜 那外面的那層皮 就是等於我們的澱粉 對 然後再搭配豆漿 就是我們的優質蛋白質 但最好是無糖 對 最好是無糖的 所以這樣子一餐 就是一個比較均衡的組合 那再來晚上 因為你的時間可能比較多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如果即便沒有辦法 在家自己做的話 你去譬如說自助餐 去挑一些菜 就盡量選擇蔬菜類 那再來這個纖維 會選擇可溶性的膳食纖維 那什麼叫做可溶性膳食纖維 譬如說像一些木耳 香菇 對 這一些就是比較膳食 可溶性膳食纖維 含浪是比較高的 所以就是可以利用就是 下班的時間 比較充足的時間 就多補充這些蔬菜 那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含稀的食物 這個稀大家可能對它比較陌生 那其實它就是有一個叫做 Betacione裡面的主要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抗氧化的營養素 對 那這個其實它對肝臟的一個 抗氧化能力是非常好的 OK 那再來就是因為 它還可以跟我們一些 重金屬結合 譬如說像狗 就是可以 這些重金屬不小心吃到的時候 它可以吸走那種 可以結合掉 對 因為其實這個是大家 很難去處理的一個問題 而且根本就不太容易發現 除非你特別去做檢測 那其實水果也是很容易 就可以吃到含稀的 譬如說像西瓜 香瓜跟楊桃 所以這些讓大家了解 可以保護我們的肝臟 好啊 好棒 藉由第一個個案 我們可以了解到 有關於肝臟方面衍生出來 我們要注意的東西還真多 很多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們來聽聽看 第二個個案 我的這個個案就是 是我朋友的朋友 一個親身的例子 那我們就先姑且稱它為小粒好了 這個小粒其實就是一般 很正常的一個家庭主婦 她也是今年大概40多歲 結婚20多年 然後也家庭美滿 幸福 有孩子 老公這樣子 但是她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們出去吃飯的時候 我有發現 她幾乎不吃任何的蔬菜 對 當然她就會碰到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也有 所以我也問她 我說那妳都不吃蔬菜 難道妳不會便祕嗎 她就跟我講說其實她會 可是她通常大概都兩三天 到三四天左右上一次廁所 那可是 那麼久 對 可是她跟我講說 因為她曾經在網路上看 一個報導就是 好像便祕不超過一個禮拜 都不是大問題 所以她也很不以為意 結果她說有一天她發現 她的那個上完廁所之後 而且她便便的形狀也有變化 她說她自己發現 便便的形狀 好像怎麼變得比較細 所以她也覺得很奇怪 然後她就說 她就有跟她的朋友提 就是一般那個家庭主婦 大概提一下 她朋友就說她痔瘡 所以她也就去了藥房 就買了痔瘡的藥 來擦了一下 後來有一天她真的發現 我怎麼拉肚子了 那她一天裡面 可能可以這樣來來回回 上個兩三次 所以她就覺得說 我是不是吃壞東西還是怎麼樣 結果她就一直變成 偶爾便祕 偶爾拉肚子 偶爾便祕 偶爾拉肚子 她也一直都沒有放在心上 一直到有一天她發現 我的小腹 肚子這邊怎麼 可是她體重沒有減輕 她也沒有變胖 結果說什麼 那十十那十塊 她就有一天去超市的路上 她真的因為肚子突然劇痛 她昏倒了 昏倒 對 她真的昏倒 還好 對 好心人把她送醫院 她才撿回一命 這樣子的情況 這個情況到底是怎麼回事 對 來 我們歡迎哈平原 好 來 我們這邊五個重點 我們看一下 要命的飲食生活習慣 包括不愛吃蔬菜 偏好肉類的飲食 另外也提到的就是便祕兩三天 而且衛生紙上怎麼有血呢 另外半年之後大便有血 而且形狀變細了 細 以及三個月之後 又有嚴重便祕 這個便疫是接二連三 便祕加上拉肚子 又一直不斷的交錯 還有第五 像是下腹異常突出 而且超嚴重的便祕 加上下腹部怎麼會劇痛 這都是她發生的一些狀況 對 奇怪 她發生這種便祕加痔瘡的狀況 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對 你有便祕加痔瘡 怎麼會長這麼高 我什麼時候說 我有便祕加痔瘡 沒有 她的意思是說她校園才有 她沒有 我也不是看中間就說 我也有這個問題 對 OK 她只是說她也兩三天排名 基本上 已經有過 我的後面OK 極樂 對 但是呢 不要結巴 對 可是我知道 我也是偶爾就是兩三天 如果我真的也不吃蔬菜 如果說我這幾天 我補充蔬菜 對 蔬菜不足 水分不足 運動不足的時候 就來了 對 其實真的兩三天 才會上去 我想問一下你那朋友 現在幾歲 她現在大概 快五十歲 剛剛說四十幾歲 四十多 因為我在想她會不會是有 擴約肌已經失調 或者是已經 擴縮肢 擴縮肌 除非她也不正常的 或鬆弛 為什麼 沒有想到什麼 沒有想到什麼了 正常的運動就是 對啊 我跟你講 我還真的 熟食了沒有 我非常的養生 就是在關於這個排泄上面 霍原姐的養生 不是 你有在做肛門禁食運動嗎 肛門禁食運動嗎 肛門禁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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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吸吐吐 吸吸吐 沒有 我在說 他有跟著做 只是你沒看出來而已 對 我真的有在做 我真的不能夠容許一個人 超過兩天不去上廁所 這樣子 我的小孩子都是 我小孩子去讀書回來說 你有沒有大便 我說沒有 我就叫他一定要坐在馬桶上 可是我一點 一點那種便意都沒有 我說你就坐著 我跟你講你就坐著 你不要胡思亂講 他就會上得出來 專心 有時候是要分心就好 對 你要專心 我要上 我要上出來 對... 那關於他那個有學的 其實像我就真的滿有經驗 我一個好朋友 一個模仿天王很厲害 就有學 你幹嘛叫講波哥 我沒有說他 是你講的好不好 因為這樣 因為我看到他 我都會知道大便會 有可能是蟲蟲嗎 因為你講的是天王 天王 天王應該就是不是郭哥 就是台哥 要不然就是很有 對 台哥游客 我也是天王 你也是 那就是你自己囉 也是天王 就是你自己 他就流血了 那他也很擔心 結果我說你那個就是 因為他沒有上廁所之後 旁邊 郭約機的旁邊 所以你合理的懷疑 這個是什麼病 後來他真的是痔瘡 痔瘡 對啊 內痔瘡 沒有 你這太普通了 就剛剛這個節目 去設計的這個橋段來講 他們一定是很奇怪的病 我講這個很專業 來... 你不能講他說是骨質疏鬆症 我臭話 你真的太誇張了 我又那麼衝嗎 我講這個很專業 你知道他說肚子變大 不吃蔬菜吃很多肉 然後有時候大便有血 有時候拉肚子 對 蛔蟲病 成人的還有蛔蟲 那個小孩子才有的好不好 你就不... 我告訴你 他吃各種肉 他說每天做不一樣 各式各樣的肉 有可能 有可能他吃生馬肉 生牛肉 生的 你說不乾淨的 不是 他如果到出國旅遊 到比較落後的地方 以前我們台灣以前 對不對 很奇怪的 什麼掏蟲 蛔蟲 老蟲 對 他到體內之後 他躲在腸子裡面 就吃你 推下去 可是大便便細 會便細 那是蟲吧 會不會是大腸癌 有可能 好 所以到底 這個會是什麼樣的病症 大家不要再亂猜了 要你命的是 大腸癌 很可怕 對啦 大腸癌很常見 很像宇文 想想是有可能 而且宇文你的語氣 你感覺很輕鬆 這個很常見 這很常見 我告訴你這個恐怖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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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腸癌 是這個嗎 然後現在第一名的 也是大腸癌 還是他 現在第一名 對不對 現在一年有超過一萬五千人 發現罹患大腸癌 對 跟十年前相比 是十年前的兩倍 給大家一個觀念 我們小腸在這中間 小腸到這邊來的時候 會經過一個盲腸 然後到生結腸 橫結腸 降結腸 乙狀結腸 在直腸 那一般來說 大概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 大腸癌 都是在這個直腸 跟乙狀結腸的附近 對 如果站在附近的話 你就產生什麼現象 你的大便可能會遇到什麼 可能會有鮮血 那你可能大便會比較細 那基本上就 它在這個比較地方 那你有時候就會 跟痔瘡會做一些混淆 可是如果說 它比較長在上面的話 你看 如果長在在生結腸的話 它有15%長在生結腸的話 你這 它有可能也會有血 可是它的血是混在什麼 大便裡面 你可能大便就看不到 看不到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叫做大便前血的檢查 所以就是 都會驗大便吧 驗大便 所以說不同的症狀 像剛才提到說 有時候你可能便秘 又會那種拉肚子 它會交替 結果有時候它就那個腫塊 刺激到 刺激到你某些長臂的時候 會造成你一些長臂的反應 那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有一種叫什麼 覺得很想大便 屁股後面很想大便 大便呢 大不出來 有 我也有 所以我們常說 在大腸瘀當中 有一個叫做 大便習慣的改變 你本來以前常常 怎麼以前可能三天大一次變 怎麼最近改成 每天都大便 你要小心 你的問題不一定搞事 也跟這有關 那你可能 對 如果你的大便習慣改變 還有你大便的那個 直徑變細 基本上 症狀的大便都是 等一下 你是說如果症狀流血 但是大便是粗 比較粗的話 然後癌症的話會是細的 會比較細 因為你知道會症狀出血的人 他的大便都很粗 而且他大便是那個 因為會磨到 對 把那個肛門擴躍劑 給撐出去了 會磨到 你算是比較 那這個模仿天王呢 他是粗的對不對 我沒看 你一定要研究他粗還是 你來看 對啊 我們也沒有這樣子 因為狀情沒有好到這種程度 對啊 我還一起上廁所 對 我們常常說 告訴大家 有時候你上完廁所 不要蒙著頭 就把毛巾沖掉 看一下 那其實為什麼會拉肚子 基本上它有時候會刺激 基本上它有時候會刺激 所以它的位置都長在旁邊 這附近 它去刺激你那個扣約肌 你就會很大便 然後這會讓你那個 排便次度比較多 像楊烈那個時候發現 那個大腸癌的時候 它也是因為連續大概 就是一直拉 一直拉 但拉裡面有血嗎 沒有 它就是拉水便 就是一直拉 他以為是腸胃癌 對 那為什麼不愛吃蔬菜大腸癌 其實這就是一個危險因子 基本上其實我們常說 我們身體吃了那麼多 不好的東西 由於現在我們講食安的問題 當天不好的東西 對於在你的食物殘渣裡面 在你的腸道裡面 就會去刺激 那你都不吃蔬菜食物的話 你就會變排便 你可能兩天 三天才排一次便 那這樣你偏好肉類 那肉類裡面的油脂 經過我們身體代謝的時候 都會產生一些這種自然的物質 所以說你喜歡多吃什麼紅肉 多喜歡吃醃漬燒烤的東西的話 其實這樣你的危險因子 就越來越高 我記得印象中之前有一個 最年輕的大腸癌的患者 他才十歲 他十歲 然後他也是連續 十歲 年輕了 他好像吃很多雞 然後他連續半年 他其實飲食也沒有說特別不好 他就是跟一般小男生一樣 不喜歡吃蔬菜 然後就是喜歡吃肉 然後可能因為現在的小朋友 功課很重也很少運動 然後他真正病發前的前半年 其實他開始就會常常說 他肚子痛 大便大不出來很痛 然後到後來是有一天 他肚子也是跟那個一樣 他痛得不得了 痛到都冒冷汗 然後媽媽想說 怎麼會這樣送去急診 那一次才發現 好像真的不是簡單的問題 一檢查發現不得了 他腸子裡面已經有一顆 像五公分大 像高爾夫球那麼大的腫瘤 然後一檢驗就發現 他已經是到三期的大腸 天啊 那醫生就說其實 因為一般的醫生 真的不會想到十歲小男生 會大腸 所以可能之前也都忽略了他的情況 那後來就是他大概減掉了 快二十五公分的腸子 你知道因為小男生年紀小 他整個大腸也才七八十公分 因為他年紀很小 等於減掉三分之一 所以後來也是辛苦很久 另外一個更慘 另外一個是50歲的 他也是男生 那怎麼樣呢 他就是那種平常也是都喜歡吃肉 不吃菜 不運動 不喝水 就太多了 但他平常沒有什麼感覺 他只覺得說 好像就是常常有一點點 肚子痛痛的 然後便秘就是也沒有特別嚴重 直到他們公司那一年 因為他升官 就補助他去做那個健檢 你知道嗎 然後他一去做健檢 醫生那個 他還不是用大腸鏡 他是弄影像檢查 一看就說 照背鏡 就說你這個好像是 就是要進一步做大腸鏡檢查 你去找醫生 就跟他說我幫你排四天後住院 結果你知道他還沒到四天 他第三天的時候 就被緊急送進醫院來 因為他腸道 醫生形容他送來的時候 腸道裡面幾乎都在出血 就是那些密密的 一直冒著鮮血 然後他就是已經快拜血症 感覺就感染 然後後來趕快緊急送醫 他說差點就出不來你知道嗎 然後一看也是 大腸癌已經三期末了 我想請問一下王醫師 因為我們剛才在講 像所謂的那種衛生紙上面有血 因為我是不曉得 是不是除了不正常的出血的話 我們要怎麼判斷 它是大腸癌還是痔瘡破癌 甚至好像有人講說 如果是胃出血的話 也會從排便那邊出來 我們常說我們的消化道如果出血 我們見面如果在小腸以上的話 那個消化道出血的話 像如果胃出血或十二指腸出血的話 它大的變會像什麼 比較像是 如果你出血量超過50C的話 那大出來像是薄油的地方 就是深薄油 本身的大部分是胃出血嗎 而且它本身會有個很特殊的味道 可是如果說你本身是大腸癌 是血的味道嗎 對 血的味道 可是如果你的大腸 是在這個地方 深結腸的地方 它出血量如果沒有很多的話 它的血是混在混變裡面 可是如果說你的大腸癌 是長在直腸 或是所謂的乙狀結腸附近的話 它有可能血 就真的會跟痔瘡的出血 會有點混淆 所以在臨床上我們也常遇到說 它本來以為它就真的是 自己是痔瘡 但是事實上它是屬於乙狀結腸什麼 的大腸癌 所以說如果說不要以為痔瘡 很多人覺得這是個影集 不好意思看醫生 其實這時候如果你去找醫生的話 其實我們這邊的檢查 可以用什麼 乙狀結腸鏡 其實大腸鏡的檢查 120公分全大腸鏡 說實在 從這邊進去到這邊到盲腸 真的不太舒服 可是如果說 真的滿厲害 你說就是這樣子檢查 不知道 其實是可以彎的 可以彎的 全部整條 可是如果說你這邊70%的大腸癌 都在直腸跟乙狀結腸鏡的話 你做一個乙狀結腸鏡的話 其實可以發現百分之六七十 他這樣其實也可以把 痔瘡的問題 跟這附近做一個解決 那你說它出的血量 是會有多少 有時候看你破的地方 我們常常說 其實有時候你看 像蘇星那個個案 它如果破很多的話 它真的出來也是鮮血 這會很多 也會很多 整個馬桶會多 對 都是鮮血 如果說只是插下去 然後衛生紙上有一點點 那可能就是痔瘡而已 基本上痔瘡的機會會比較大 但是重點是在於說 當這個狀況一直持續 而且存在而且惡化的時候 表示你不要忽視這個問題 了解 沒有 但是如果我讓你 假設你是一個醫生 我讓你看到大便跟血 你也估不出來是 估不出來 其實這時候我們還有一個檢查 你可以做一個 進去摸說 有沒有可能在這個指頭之內 你有可能長什麼突出 因為如果是痔瘡的話 這個其實 因為痔瘡的前面的話 應該在比較前面五公分的地方 如果你摸進去 發覺你的深處有一個突起的話 那表示你那個問題 甚至你手套拿出來 所以你才發現那個突起 你摸到上面 有 有血的話 要表示裡面 長壞東西的機會就很大 那是痔瘡的 對… 你那個要醫生檢查 那不是說自己試試看 我沒有試 我沒有試 對… 你不要想說自己可以來測試看 沒有 不是 那是專業 OK… 我懂… 有什麼樣的飲食習慣 可能也會造成大腸癌 哪 這都不能吃 都大家最愛吃的飲食 高脂油脂 然後低纖維 對 那為什麼會講說 吃青菜這麼重要 那這邊我們需要的纖維 是非可溶性膳食纖維 它主要就是增加我們糞便的體積 然後搭配水 它就可以刺激我們的腸道蠕動 就可以把我們身體 那一些不好的東西 把它代謝出去 所以為什麼說這個纖維很重要 那你看像其實中素 譬如說排骨飯跟蒸奶 這個都是屬於高糖 那高糖的話在我們腸道 都是讓那些不好菌 有一個很好的生長環境 就是我們講的壞菌 所以糖類食物的話 在我們腸道也是 過多的話都是不好的 那再來一看美式 漢堡 薯條跟可樂 全部都是炸的 完全沒有纖維質 那像韓式的話 一樣都是炸的 用啤酒 所以其實我們會發現 其實這個 其實也有變通的方式 譬如說你吃炸排骨飯 你就不要挑炸 就挑滷的 但是不要去挑那種炸完又滷的 那個就很棒 那種最好吃 炸好拿去滷還不是這樣 沒有 一樣是不是有變好 我想說可以炸排骨飯配啤酒 應該是差不多的意思 還是漢堡薯條配蒸奶 這樣不好一點 像現在漢堡 就有很多可以客製化的 你可以加生菜 或者是像廚房的那種漢堡 多一點 比較生菜 對 它裡面的肉 就不是用炸的 它可能就是用烤的 或者是一些比較蒸的 就是沒有那麼多的油脂 那像韓式的話 那我覺得這就沒有替代的方法 就不要看韓劇 我問一下 妳大概多久會吃一次這種東西 像我通常頂多允許自己 一個月吃一次到兩次 一個月 對 一個月 所以整天都吃這樣的東西嗎 當然不是 就是 很多那天會吃好 吃迴反就對了 就這一天 沒有 其實你可以選擇一餐吃 那你其實吃完的 下一餐或是隔天 對 妳就是要用比較多的纖維 去把它就是把它平衡這樣 了解 那我想問一下素卿姐 像我們女生 常常都會有便秘的問題 大家都會互通有 我比如說妳要喝那個什麼 柔肉乳很有效 妳要吃那個什麼酵素很有效 再不行 我就 因為便秘就會造成大腸癌 所以我就用中級的這個晚腸 我就要讓便全部排出來 通便很快 這樣是不是就不會有 大腸癌的發生 讓它順暢一點 這兩件事 就是因跟果是 不是因果 不是因為大便塞在了腸胃道 所以導致你大腸癌 其實便秘跟腸癌 不是因果關係 有時候是病存的關係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會長期便秘 你就必須考量 剛才瓊月講的那些飲食習慣 你有沒有 比如說你喜歡吃高糖飲食 你很少吃含有那種 非可溶性纖維的食物 然後你又很少喝水 你又不動 因為這些因素聚在一起 就使得你特別容易 有便秘的症狀 然後過去的統計也發現 這群人特別容易有息肉 你會發現說這群人 如果息肉裡面 有所謂的腺狀息肉 他就是等於很容易變成癌化 所以原因是因為 你的飲食習慣很差 所以你會便秘 他們的 等於說他們的風險因子 是一樣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是因為便秘太久 所以導致了大腸癌 不是 其實是因為你生活飲食習慣不好 加上基因遺傳 又沒有遺傳無敵 鐵金鋼的體質 然後這個時候 這兩個因子加在一起之後 你就變成了大腸癌 所以重點不是便秘 但是輕素便有沒有用呢 對 當然是沒有用 因為人一定有 為什麼 因為輕素便只是讓你覺得 自己很神清氣爽 當然有一派還會用咖啡 去灌腸或幹嘛 對啊 他們會覺得這樣很神清氣爽 或者甚至說什麼 蔣送美齡都靠這個養生 可是問題是 我們過去曾經有報導過 有的人就是自己在家用那個 再加DIY大腸水療 結果反而造成感染 後來它差點就是整個附膜炎 差點掛掉 那這樣聽下來到底要怎樣 預防大腸癌 對 那如果是不是一旦發現有息肉 就要開始擔心呢 對啊 基本上如果你做過 下消化道的攝影 或是做大腸鏡檢查 發現有息肉 有息肉就要拿掉 因為息肉放久了 再加上如果你有長期便秘的話 這樣你得到那個息肉 病變的機會就非常大 甚至你做完息肉之後 你隔年還是去做檢查說 因為你是很容易就長息肉的人 因為這是一個體質 是個家族遺傳 所以基本上說 你有大腸癌的家族死的 你有很容易長息肉的人 你就要去定期做檢查 那基本上做這個檢查 基本上大家都覺得 有點擔心害怕 不用擔心醫院有那種 幫你做麻醉之後 就可以做120公分全大腸鏡的檢查 這樣做完之後 發現如果你的腸道很乾淨 那就不用那麼擔心 就不用定期 但是如果有問題 有息肉 要定期去做接受檢查 幾歲啊 沒有家族死的話 我們常常說 國具院級高達55歲以上 兩年做一次 這個大家好好利用 如果做到有大便潛血的話 會幫你轉到大醫院去 做進一步的檢查 好 飲食當然很重要 預防大腸癌飲食建議 第一個就是剛剛有提到 非可容性的膳食纖維 這邊有幫大家列出來 其實這個膳食纖維 我們一天最少要攝取 25克到35克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舉個例 像譬如說木耳 它算是我們的膳食纖維含量最高的 它每100克裡面的膳食纖維 大概是7克 對 所以其實 我們平常的飲食習慣來講的話 其實膳食纖維 都是普遍偏低的 所以這個要特別去留意 剛剛講的非可容性膳食纖維 就是像一些橘子或柳丁 不是外面有那一層絲 我們通常都把它撕掉 對 撕掉 對 這個的話 其實它是很好的 非可容性膳食纖維 會增加我們糞便體積 還有幾樣蔬菜 但是我自己整理出來 它針對大腸癌可能會比較好的 像譬如說像花椰菜 花椰菜它裡面含有蘿蔔柳樹 這個它可以抑制我們 致癌物的生長 它可以幫它代謝出體外 所以花椰菜這個對大腸癌 也是滿不錯的 再來還有洋蔥 大家說洋蔥都可以抗癌 但是其實這是有研究的 它裡面還有一個東西叫做蟹皮素 它主要是 如果這個報導 它是一個禮拜 攝取兩次的洋蔥 就可以有效預防我們的大腸癌 又簡單又方便 生的熟的都可以 對 都可以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就是竹筍 我覺得這個竹筍 竹筍也好 對 它的非可容性膳食纖維 含量非常高 滿多鮮膚的鮮 竹筍 竹筍湯那種 對 就是你煮燙的時候 就可以加比較多的水 就一顆的那種 對 綠竹筍 就一根的那種 它抗氧化的能力也非常好 所以它可以降低我們 大腸癌的一個發生率 對 所以這幾樣的蔬菜 我就覺得是 可以特別去選擇的 再來還有一個飲品 可以教大家自己做 就是藍莓優格 像 對 因為像藍莓的話 就是你可以去超市都有賣一些 冷凍的一些藍莓 那因為它裡面還有 非常多的花青素 它抗氧化能力也是很好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跟無糖的優酪乳 加在一起 因為優酪乳裡面有好菌 所以它 第一個它可以就是 幫我們預防這些 癌細胞產生 再來又讓我們 嘗到有一個比較好菌的狀態 所以其實這個 每天可以喝一杯 都是很好的選擇 就取代掉我們那些含糖飲料了 再來就是剛剛有提到 要補充益生菌 養好菌 再來呢 像我們還會建議就是 像這個牛棒裡面 它有一個東西叫做菊糖 它是含有那個叫做益菌生 它是適合讓我們的好菌生長的環境 所以牛棒也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再來就是鈣 還有維生素D跟維生素E 那鈣質含量比較多 就像豆腐跟豆干 那些嫩豆腐 其實含鈣的量是比較少的 所以會建議選擇板豆腐 那維生素D其實太陽就可以曬 就是會 對 最天然的 對 大概是15到20分鐘 那如果說從15的話 其餘含量也是滿高的 那維生素E就是一些小麥胚芽 或是一些堅果類 對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 好 其實我們常常在聽到 我們這左鱗右舍 口耳相傳的 又什麼案例 誰又怎麼了怎麼了 大家一聽 怎麼會這樣子 但除了晚行遺憾 然後我們研究完之後 有很多的方法 最怕就是大家知道了 然後不去落實 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做生活作息 飲食狀況方改變過 還是要身體歷勢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